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个人故事 在去年的今天 这个时段我知道做生意的朋友都会经历很艰难 我同样地经历一个很艰难的时间 我公司在短短一个疫情期间失去了一个很大的数字的金额 也都让我们经营出现困难 在这个困难的过程里面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在期间我受到引诱就跌入了一个陷阱当中 我用了我自己的钱去投资 希望在短时间里面是可以赚回我失去的 然后帮公司能够重新去营运 我以为表面上赚到炒卖到这个钱 当我想去提取的时候就发现 根本这个就是一个骗局 我在很短时间跌入另一次的谷底 甚至乎我将我僅如的现金都没了 我好自责 好内疚 当时我实际是有情绪崩溃的问题 是因为我真的很不开心 我跟神说 为什么你要我经历 在那个晚上 神就在那个梦境出现 祂带我逐格重播 看我自己跌入这个骗局的过程 原来这个骗局 根本不是神安排给我的 是神在那个过程里面 祂很想拉着我 祂甚至乎派了一些天使去提醒我 但是我没有听 因为我定睁很想去找回 我失去了那个钱 在这个梦境里面 神告诉我 我很爱你 我又帮你 我又提醒你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 你没有醒 如果你祈求的这件事 根本不是我想给你的祝福 我又如何去成就你呢 这句话在我的心里面 马上崩溃地哭 然后跟神去叫祂宽恕我 叫祂去原谅我的软弱 原谅我自己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 神又带我去到一个空间 祂就告诉我 这是我给你的生命花园 然后祂就说 你见不见到有很多花花草草的女儿 就是我赐给你的 赐给你管理你的生命 现在你只是管理了这么多 但是我给你的是这么多 你有没有看到 只要你定睁在我给你的事上 你就可以管理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栽种很多的生命 陪伴很多人成长 也都养到你的生命 有不一样的光彩 如是者我就醒了 然后很奇妙地 我自己跟神说 我不会去追究我失去的 我面前我知道 我不是在追求一个数字 一个金压 而是追求我自己的生命 能不能够得到成长 在跟着这个日子里 我好感受到神给我的祝福 祂在其他地方供应我需要的 让我每事都得胜有缘 我好希望透过我自己的真实故事 都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定睁在天上的财宝 我们一起建立自己的生命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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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建立自己的生命 cran 对